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在台湾这样的美食天堂 想要品尝美味 不一定要花大钱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带您去吃 CP值超高的铜板美食 首先在新竹湖口 这里有一家小吃店 镇店之宝是这道波霸卤肉饭 一碗40块钱的卤肉饭 老板大方地煎了两颗的半熟蛋 堆叠在上头 香浓的蛋汁 跟卤肉饭一起拌着吃 滋味黏嘴又滑顺 这里还有升级版的 鲜柯卤肉饭 在饭上面 铺满了肥美的鲜柯 咸香又美味 还有这碗爆料海鲜粥 粥的口感是台式的饭汤 满满的海鲜配料 还有粒粒分明的米饭 吃起来鲜味十足 多年以来累积了不少老主顾 大口扒饭一口接一口 每个客人的脸上都养溢着满足的笑容 这碗波霸卤肉饭 不只淋上香喷喷的卤汁 还盖上两颗半熟太阳蛋 好吃到让人停不下来 最惊人的是价格还很亲民 一大碗才买这十块 有 经济又实惠 真的入味又好吃 便宜了 最主要是它的那个价格 很很实在 满肉饭便宜又大碗 但用料很实在 一碗就有两颗蛋 老板王真一说 这灵感是来自刚创业时 一位女客人点满肉饭加蛋 结果一碗热卖 还让她学会挑双头蛋 像这个蛋的挑法 其实我们蛋看多了 就大概看大小颗 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双蛋基本上都是比较大颗的 块头比较大的 就比较有双蛋的机会 想卤出喷香用人的卤汁 老板说就要选用肉感结实 来一点点油花的煮肥肉 处理也很细心 要先汆烫再清洗 把所有的杂质取出后 才能分切 那要用的时候 必须要先把它内层 跟瘦肉部位的内层肥肉 先去除 只留大概只 皮跟肥肉 就只留一公分 为了要让口感一致 每一块皮跟肥肉 它都坚持用手工切丁 但是你如果我们是自己 自己挑的 然后用手工去切 切的等分都一样大小 它受热香等 熟成也相同 再放进热锅拌炒 逼出猪油和肉香 整个过程都要不停搅拌 以免烧焦 加入酱油卤具 才能炖出一锅 喷香的骨肉 但还不算完成 因为现场的骨肉 只是把它炒熟了 把油逼出来的 但是它没有把 卤锅里面的卤味 把它吸收到肉里面 所以必须要让它沉淀 一天之后 隔天再使用 那锅骨肉是最好用的时候 也是最香的时候 香浓的卤汁淋在饭上 再把煎到拌熟的荷包蛋 一层一层堆叠上去 戳破蛋黄 浓稠的蛋汁流卸下来 渗透到米饭里 全部拌在一起吃 花顺又浓郁的滋味 还会有一点点黏嘴 超好吃 双蛋你要打的 然后要拌一拌 因为它的那个卤肉会 就是卤得很胶脂很多 然后吃的嘴巴 你都会有黏黏 非常胶脂非常好 然后你再把蛋放下去 又很润滑 然后那个饭又粒粒分明 吃起来就是真的超好吃的 拨发卤肉饭成功吸睛 老板脑筋动得快 又推出升级版鲜柯卤肉饭 加入当季的鲜柯 铺的满满 让卤肉饭更显霸气 但不是天天有 想吃还得透运气 我的饼饼是在大碗 同样是花钱嘛 那干嘛 就是刚刚说的说干嘛不可以 你要吃饱一点 老板给料不手软 用鹅仔将卤肉饭铺好铺满 一口咬下 美美的鹅仔还会在嘴里爆开 鲜味和鲜味在嘴里互相融合 搭配油润的卤肉饭 更衬托出鹅仔的鲜味 吃起来不会过于油腻 对啊 鹅仔很大颗 很新鲜 最新鲜的古早味 饭也煮得真的很好 很Q啦 饭很Q 这个卤肉煮得很好 很有古早味 不只鲜柯卤肉饭让人很惊艳 很有视觉效果的爆料海鲜粥 也是铜板架 一大碗就能吃到鹅仔 虾子 鱿鱼和蛤蜊 用料不马虎 我们只是煮中 我们用中档的就可以了 小颗的通常很多人 都要拿去煮汤 熬汤用 汤头是海鲜汤的精华 王正义连汤底也很用心 用整块猪头皮 鱼头 和玉米 买萝卜 一起下去熬煮 最后加进整尾鲜虾 引出虾子的鲜味 让所有的鲜甜融合在高汤里 最后再加入米饭和海鲜配料 一起煮 就是很让人怀念的 台式汤头饭 米饭虽然是粒粒分明 却都吸饱了汤汁 却不软烂 搭配清甜的汤头 还能喝到海鲜的咸鲜 蛤蜊肉鲜嫩又大块 随意一捞都是满满的海鲜 我常常来吃 因为我的孙子要吃西饭 我就叫这种来给他 很适合他 对 拥有营养 除了有爆料的台式海鲜粥 这里还有新创料理 新定版的波士顿龙虾泡面 一种只波士顿龙虾 横跨大碗工 霸气十足 小肉吃起来 肉食尽湿又有嚼劲 搭配浓郁的汤头 和Q弹的面条 一起吸入嘴里 都让人吃到停不下来 老板王正义本来是退入军人 但因为年少贪玩又服务正业 因此更加人疏远 直到一次车祸意外 才让他从此对生命改观 车祸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命运的改变 因为人总是到了 这个历尽生死之后 才知道这个生命的重要 家人的可贵 黎金这间小店 是他和家人一起奋斗的舞台 多年来运作的好手艺 也要传承给下一代 我很感谢他 因为小孩子愿意来承担你的家狱 并不会让你 对美食的这块领域也失传 儿子们愿意回来帮忙 王正义肩上的担子便轻松了 他更欣慰的是 因为这家店 让一家人都能团聚在一起 更弥补了过去 他对亲亲这一块的遗憾 对他来说 这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台湾的肉园过去有南蒸北榨 不同的口味 而在屏东有一家四十年历史的 肉园老店做出了独家特色 他们用在地特产牛棒 作为主要的食材 推出了非常特别的牛棒肉园 褐色的外皮口感很Q弹 鲜香的肉馅 还藏着脆口的牛棒丝 再淋上特调的酱汁 口味清爽 咸香不有腻 来这里可以点碗他们的猪血猪肠汤 满满的猪血块还有猪肠 一碗只能三十块钱 CP值超级高 传统竹蒸笼一掀开 一颗颗小巧的清蒸肉园 冒烟出笼 还都换上了棕色外衣 这是屏东归来庄的老字号肉园 研发出的独家牛棒口味 就是软Q啊 然后很香 融融的牛棒味 这是我们归来的特色 小吃旨意 对啊 就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也是从小时候吃到现在 吃了二十几年了 米宝多吃肉又很好吃啊 然后配他的鱼丸 他还蛮不错吃的 从小吃到大的 吃到到现在 这个老板我也认识啊 在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已经在屏东飘香四十多年 老板娘陈凤秋的婆婆 从民国六十六年起开卖 后来交棒给她 从嫁进这一间肉园老店开始 就一直卖到现在 生活给我做生意 就慢慢 刚开始都不敢占那个钱 都感觉很害羞 我们每天面对客人来啊 阿伯来说啊 你是这么年轻 你在买卖啊 我说 嗯 本年年 年轻人也是爱做啊 老人也是爱做啊 就这样 就一路走来 我也站那个位置 三十几年了 婆婆教她做的肉馅 要特别选用油花分布均匀的夹心肉 加上充满弹性的后腿肉 味道才互补 而为了在屏东这一个肉园大本营独树一格 是凤秋大胆加进归来地区的特产牛棒 日本人以前来我们台湾种植那个牛棒 就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就我们屏东 外姓式的牛棒吃起来那口感就有点烂烂的 我们归来的生成土壤生前那个牛棒的纤维质比较高 就这样有点脆脆的 刚好是我也是在地人 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传统肉园要脱胎换骨 得由内而外 把牛棒汁倒入再来米制成的粉浆里 经由陈凤秋的巧手 包成一颗颗牛棒肉园 用在地传统的清蒸方式 更能浮显牛棒肉园的清爽口感 我们平常是用清蒸的 好像也都很少看到油炸的东西 比较清爽 因为我们早上就开始卖 因为一般人早上都吃得比较清淡 我们原本的肉园真的比较健康 后期再加上我们牛棒 感觉上好像更健康 为了让口感更轻盈 连焦鳞的酱汁 陈凤秋也稍作改良 把酱油加入高汤 再结合猪油慢火熬煮 因为我们这边 平中我们肉园都是用蒸的 真的一般都会加蒸的酱油 直接淋上去跟味精就这样调味而已 我认为这样不好 太咸了又太油了 味精又太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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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